巫统奔真国会议员拿杜斯里·阿末马斯兰放弃竞争国会下议院副议长之后 替代人选是谁呢 巫统决定推举金马伦高原区国会议员南丽 阿末马斯兰下午发推文指出 首相和巫统主席都同意了提名南丽 这创下了历史记录 因为这是首位获得提名的原住民 他同时补充 这是提名副议长人选的最后一天 国阵之前提名阿末马斯兰出任副议长 但是受到在野党强烈的反弹 国盟兼土团党主席丹斯里·慕尤丁甚至也表明 国盟反对修宪增加多一名副议长 随后阿末马斯兰宣布弃选有关职务 不过理由是党务沃雨繁忙 不过理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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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能发现